李千冠 这是我未婚夫 你堂堂李家大少爷 在天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不会 喜欢我这么一个 订不婚的女人吧 你有屁的婚约你 这小子是你未婚夫 来 你说 你是吗 你说 你是吗 以前不是的 现在是了 这个天上白天 还有那个媳妇 这不能不要吧 既然你已经听到了 就不要留下来自取其辱 您请吧 为什么太多你 敢在我面前打你 还是个美女 你 再不走 我让你这里躺 好你个孙若仙 你敢联合这个乞丐 造什么狗屁婚约来 羞辱本少 本少今日 就把你给绑回去 来 福伯 拿下他们 小姐 孙少是您的丈夫 您还是跟他走 你 福伯 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 我看今天 谁还能救得了你 愣着干嘛 唱呀 好鬼的真本 敢动我的女人 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不想走 小元让你永远遇到大家 苏仙仙 小三 今日本少可以放过你们 本来日 我第一个 你们给我下 下归道歉 动过子 你让 起来 走 先生 今日你为了我得罪了李家 我孙若曦 一定会对你负责到底 你是要去海城吗 我是要去海城 怎么 去不得吗 海城是李家的天下 李乾坤 定会对你怀恨在心 不如 你先到我家住下如何 有此甚好 不过 你未婚夫 我未婚夫 他目前还在昆仑山上修行呢 还未还俗 今日我前来 就是为了看一下她 是否下山 不对呀 在昆仑山上修炼的男的 就我一个呀 那她说的未婚夫 是我 小姐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哈 我就是未婚夫 那你可有婚约 习婚约一事两份 如果你真的是我未婚夫 那你必定有婚约在身 有有有 我是仙山的人 我有 等等啊 我这儿有七份婚书 都是我未过门的七个师姐 我给你找找啊 就好像是 不对 有危险 怎么了 躲在树后面的 滚出来 小姐 夫人有令 如果您不嫁给李少 那您 只有死 后妈果然是狼子也 不不 你是爷爷一手提拔出来的 你要是敢伤害我 爷爷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哈哈哈哈 老爷已经身患重病 十日不多 这孙家以后 那肯定是少爷说的 属下也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谋出目 这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小姐 如果您能够 让我 舒坦舒坦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 给你了个全师 你啊 嘿 够东西 小爷我比你帅 比你年轻 比你有前途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欺负我 未婚妻 我告诉你 啊 我照着 啊 不 小哥 我知道你那一手银针啊 那是出神入化 呃 要不这样 您这事别管 我倒是可以让小姐先陪您玩 好事就好事呢啊 你 你 没想到你竟然是流氓 你肯定不会是我先门的未婚妇 不是不是 开玩笑 开玩笑吧 哎呀 你真的是 我还是个三公很正的男人的啊 放心 这帮人 我替你收拾 好小子 你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挂我对你不客气 上 那就别挂我对你不客气 上 上 美女啊 我这个又救了你一次 你看我身强体壮英俊潇洒的 要不你跟我结婚吧 我不会亏待你的 不必了 我已经有婚约了 这是我的一奖付卡 就当是报答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吧 只好我会送你下山 咱们之间就两亲了 生气了 我这个人我就是嘴贱 我爱开玩笑 你要不 你要不你打我两下 你打我两下 算了 刚才是我一时心急 迁怒了你 不好意思啊 但是现在 我要去给爷爷请神医 替福伯收 爷爷的食人已经不多了 不用了 我就是神医 对啊 先生 你也是从昆仑山上下来的 又使得绝妙的真法 定是伪高手 先生 还请你救救爷爷 爷爷一直耳机缠身 恐怕真的使人不多了 他是这世上 唯一对我最好的亲人了 放心吧 女女 人美心善 再加上想要我一岁高超 爷爷定了 乖 咱们走 前面 先生 还请你一定要收下这张卡 金额无限 随便你花 就当是 你帮我这么多次的 一点心意吧 哎呀呀呀 小爷我这是刚下山 就被妇婆包养了呀 先生 你在笑什么 快上车 贱人你还回来 回来得正好 赶紧去李家 陪李道歉 赶紧去李家 陪李道歉 你没资格吩咐我 你不过是我的后妈 还有李燕 你派福伯来杀我 不就是忌惮爷爷对我的疼爱吗 谁料我没有死 于是你又心生歹尽 想要将我卖给李家 你做这些 不就是想让我 失去继承人的身份 好让你的儿子 拿到松家继承权 我偏不如你的意 我来让你 和你的儿子看看 我是如何拿到你们 梦寐以求的家族继承权的 你做梦 李家的掌权者 只能是我 即便我派人杀你 又怎么了 谁让你挡了本少爷的路 现在既然李少要你 那么我就是绑 要把你绑到李少的床上 来发挥你最后一个价值 来人 谁敢 你们可想好了 我可是孙家唯一的上 现在整个孙家 都是我说的算 孙东西 我让你讲 你只能讲 走 继续说 哪来得起呀 起来个头 走呀 怎么不说了 来 把手脚打断 扶出去为你 你才是那个废物呀 算了 林平 爷爷要紧 孙世祖 我们的账 以后慢慢起伏 并且我也有了婚约 我是不可能嫁给李乾坤的 孙若曦 只有天神圣守 王德志才能救你爷爷 你敢不嫁 对 在我手下 怎么让无数病人 一死回生 不好了 老爷子不行了 爷爷 老爷子这是中了血骨 身体器官被腐蚀了 只是要把腐蚀的细胞 再重新激活就行 遇到了我 算老爷子命不该绝 笑话 孙小夕 我说了 老爷子的病 只有我 舅 你确定 你要用你爷爷的性命为多 你敢不嫁给本少 伯父 这位 就是我起来的神医 朱雀大人的徒弟 王德志 天诚圣守 从不是 我深得朱雀大人的真传 苦修医学术师仔 老爷子的病 我手都擒来 以上 倘若王德志 能够让老爷子苏醒 那你和若曦的婚事 我 父亲 我是不会嫁给你乾坤的 我相信林萍 一定会治好爷爷的 林萍 动手吧 定不负美女所痛 不负美女 谁让你自作处伤 老爷子醒了 爷爷 你没事吧 是 是谁救了我呀 爷爷 是林萍 伯父 您这样没事了 那 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啊 小伙子 不过 有恩帝报 是我们孙家的规矩 这样 我将若曦 许背给你 啊 真的假的 我这下山什么事还没做呢 这白得个未婚妻啊 那个老爷子 我此次下山呢 是有事情要办 事情就是 我得去解决我师姐的麻烦 至于会约什么的 下次再说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勉强 只要你愿意 你随时来我们孙家 得嘞 那晚辈告辞了 走了 美女 可惜啊 小伙子有要事在这 不然一定是人中龙肺 与你相配呀 啊 好了 爷爷 你别乱点鸳鸯谱了 你忘了吗 我和我的小师弟 还有婚约呢 都十几年过去了 且不知道 现在长成什么样子 嗯 嗯 呃 拜见尊主 拜见尊主 呦 怎么了 小伙子 你怎么来了 想我了 不是 是真人让我将这封信 给您送来 不过属下 愿意随时为尊主效劳 哎呀 看来师父 还是想我了呀 正所谓最难销售 美人恩吗 啊 尊主 真人吩咐了 只有万不得已失 才能打开 哦 哦 对了 我问你件事啊 那个 王德志 是不是认徒的 是 尊主 可是王德志 他得罪了你 无妨 我只需要你回去告诉他 我们救世堂 是用来救人的 不是用来仗势欺人的 谢尊主教会 熟下回去 定查清楚没有用 绝无第二次 去吧 熟下告辞 抱歉啊 我们这里也不找保安了 啊 小姐姐 你误会了 我不是来找工作的 我是来找我小师姐的 我师父说 我小师姐是你们 孙氏集团的总裁 我们总裁 啊 他就是你们孙氏集团的总裁 你说我们总裁 是你的小师姐 哦 对 所以说麻烦你 带我去找他 好啊 想叫我们总裁可以 不过 我也不能让你白劲呢 看你这么穷 去给我买三袋衣服算了 你这是想吃回扣啊 怎么 没钱就给我滚出去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我呢 是来找我小师姐的 她是你们这儿的总裁 你无故吃回扣 诋毁公司名誉 你真不怕她开除你啊 我又不说 谁会知道 行了 本仨姐也不逗你了 你既没钱 要不肯走 那就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了 宝儿不得 全部给我出来 把这个乞丐 给我hold出去 诶 我这儿有他亲笔 给我写的信 自己看看 还写信 看着自己 大厦是我们孙总写的 不过 你觉得 就凭一张废纸 就能骗得了我 哼 做梦 臭乞丐 我们孙总 追的人烤锅了 从天城排到了上次 个个都是 名门世家的公子少爷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连我都看不上 更好跟我们孙总 还愣着干什么 把他给我轰出去 你们敢 你们要是不把他轰出去 我就让我男朋友 把你们通通都开熟了 我想想 怎么办 孙总 这有个傻子在这里闹事 我正说把他赶出去了 你要不 再去车上休息一会儿 赵连 这是我未婚姑 美儿 啊不 小师姐 看来我们两个的缘分 是天注定的哟 最贫 赵连 之前就有同事向我投诉了 如今我更是亲眼所见 你仗势欺人 你自己离职吧 孙总 这对我不公平 我也是为了公司啊 不公平 好啊 那你和你男朋友 人事主管赵斌 一起离职 这 才是不公平 带走吧 啊 我不走 放开我 我不走 小师姐 我之前怎么不知道 你还有沙发果断的一面 我喜欢的 要怪就怪他 不该撕掉我写给你的信 更不该 仗着自己男朋友 是人事主管 就在这里 搞这些歪风邪气 见高才 算了 回办公室吧 走吧 小师姐 你 明平 师父告诉我 说你会下山帮我 我当时还不知道 遇到的是你 现在想想 能遇到你 真的是缘分注定 那 我这是算帮你解决问题了 小师弟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其实 我俩有婚约在身上 啊 不是 我 我 我小师姐 跟我有婚约 你说我又婚纪 明平 真的很谢谢你下山帮我 我很感动 那 你愿意嫁给我吗 小师姐 那我 我 林平 你怎么了 师姐 你身上怎么能有道红光呢 不是 刚才好好的 她是用来保护你的 哎 不对啊 林平 算了吧 身体重要 刚才杀上人没有啊 不会是师父 特意赞神热安的 给我下的骨啊 没错 你下山的任务 是帮你的七个师姐 解决麻烦 如今 你只是帮孙若曦 解决了麻烦 剩下的还有你的牛尾师姐 你也要帮他们解决麻烦 等等等等 师父 到 帮 师父 徒儿当然知道 你做人做事 肯定要有始有终 但你也不能这个时候 来换我好事啊 林平 你不许拖延 现在就去六大家族 帮你其他六位师姐 解决麻烦 还有更大的惊喜 等着你 惊喜 什么惊喜 师父 林平 你怎么了 没事 小师姐 就是师父刚才用传言术 告诉我说 我其他六位师姐 也有麻烦 所以 让我帮他们快解决 既然师父都这么说了 那你还是赶快去帮助 六位师姐解决麻烦吧 还了之后 记得来找我 还有 你可不能喜欢上他们 小师姐 你看我像 见一个爱一个的人吗 林平 我会一直等你回来 哪怕公身不降 哎 小子 你还没给车费呢 你这不是顺风车吗 我给什么钱啊 没钱还敢坐车 我拉了你一百多公里 两百块 加上钱不给咱俩没完 他的钱我帮他给了 好 不用找了 算你小子今天运气好 遇上两个人美心善的美女 小爷我从来都是英雄 再说了自古英雄配美女 总裁 刚才您为什么要帮那个男人 就不该帮他 没得到教训 他根本就不会长记性的 就当做件好事 希望可以帮公司 平安度过去其经济危机 总裁 咱们一定能拿到 青龙大人的合同的 哎 美女 就这么走了 哎 我 女王大人 你帮着我来报答你啊 苏氏集团遭受致命狙击 现在 在座的各位 必须给我一个解决方案 我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女王大人 青龙集团的合同 我给你 女王大人 青龙集团的合同 我给你 我现在很忙 请别再给我打电话 在座的各位 哪位不是万里挑一的商界奇才 拥有丰富的商界经验 声名显赫 现在正处于公司 生子存亡之际 难道在座的各位 给我的解决方案 就只有等待吗 众说出之 现在真是世界里的金融资金 争相进驻 中向的关键时期 而世界各地的一线集团 都在努力地争取 这个难道的合作机会 也真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会招受 其他三大集团的联手攻击啊 这三大集团 各自为云 我们自然不放在眼中 可是如今三方合作 我们不是放弃合作 及时止损 以免造成更大的危机 更大的危机 难道还有比放弃更大的危机吗 现在公司如果宣布放弃合作 那么前期的投资将无法收回 公司的资金链将彻底崩断 那么唯一的结果 只有宣布破产 不定我等别人不选择 我苏天交 一手创立的苏氏集团 凭的是什么 今天我告诉你们 凭的是我命 由我不由天 今天谁能想出一个解决方案 我苏天交向他训 我苏氏集团百分之十的部分 除我之外 最高位 苏总 这可是你说的 我有办法 说 我呢 经过多方交接 就在刚刚 我得到了青龙大人的手下 屠龙大人的回复 得到了 另进屠龙大人的机会 现在 拿到一部合同 小意思 好 这样不懂 那之后 青龙大人的合作 由你全权负责 苏总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 我相信 你一定能够答应 什么要求 我要你 嫁给我 我要你 嫁给我 张副总 我是很需要这份合同 但这并不足以是你威胁我的资本 没有人可以威胁我苏天交 做事 更没有人可以践踏我的尊严 苏天交 你这煎熬不顺的样子 真让我痴迷啊 可惜 今天 你注定要嫁给我 而这份合同 只有我张天豪能够拿下 而整个苏氏集团 并不是你的一言堂 各位说 是吗 苏总 你身为我们苏氏集团的总裁 你有责任和义务 带领我们集团走向巅峰 当初可是你意义故行 把集团上下流动资金 全部打向了三号项目 再来导致我们集团公司的现金链 即将断领 欠罕的书总 这一切可都是在拜您所施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答应张副总的条件 以此来承担自己的罪过 你只有两个选择 我们如今 唯有承担失败的资本 而良相比较 您只能答应张副总 万千人的失业 书总 在金钱面前 所有人都得低头 您也不例外 各位 你们就是要与张天豪 一起与我为敌啊 虽然您拥有集团 最高的库股权 但是谁能给我们 更高的利益 我们就支持谁 我以苏氏集团 10%的股权 支持张副总的方案 我以苏氏集团 3%的股份 支持副总的方案 支持张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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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青椒 你祝尽臣服于我 哈哈哈哈 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威胁我的女王大人 敢威胁我的女王大人 你是谁 既敢闯入我们苏氏集团 最高会议 这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给我捆 你在狗叫什么呀 啊 我亲爱的女王大人 我来帮你了 我刚才在电话里面 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信 所以说我就亲自来了呀 你为什么帮我 女王大人帮我垫付了车费 我当然要来以身相许 现在我人是你的 所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听说你们公司资金链 即将断裂 所以给你送来了 青龙集团的亿万盒 这位先生 世上无人可以帮青龙大人 做决策 您帮不了我的 臭乞丐 你听到没 苏天娇让你滚呢 现在只有我能帮苏天娇 毕竟我已经和青龙大人手下 屠龙大人取得联系 这份合同已经板上钉钉 你这废物能做到吗 呀哈 你这么厉害呢 那你这么厉害 你怎么不把那个合同拿回来 拿回来 你捐呢 哦 我明白了 你拿不出来 对吧 所以说呢 你才是那个废物 给青龙三分钟时间 让他把合同送过来 青龙大人的名会 也是你冷叫的 就凭你 你们指挥青龙大人做事 你知道青龙大人是谁吗 一个小小诸国的首富 只有为我勉强办事的乌格罢 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既然知道 那想必也明白一个道理 谎言 终究是谎言 而真相 只有一个 今天我倒要看看 你拿什么来生成 一分钟 什么 你说一分钟后 青龙集团 会亲自给苏廷交送来 亿万合同 哈哈 你这不进棺材 不落泪的家伙 现在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绝望 来 屠龙大人到 苏天交 青龙大人让我送来青龙集团亿万合同 而你今后将是我青龙集团在中下的第一男人 屠龙大人 您可知青龙大人为何要与我苏氏集团合作 更是送来这亿万合同 让我苏氏集团成为青龙集团在中下的第一代言人 苏总 是您背后有归云相助 其他的无可放选 外人 收下吧 这可是我送你的亿万合同 女王大人 千万别爱上我 这位先生 若是真的 从今日起 我苏天交欠您一个人请 以后为您 马首是瞻 马首是瞻 这么说 女王大人要当我的小跟班 先生 首先是 这亿万合同是您帮我得到的 当然是啊 否则 他屠龙岂不是要当面揭穿我 女王大人 咱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 来 快收句谢谢 好 不 不可能 这臭乞丐 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 苏天交 我要被他骗了 屠龙大人 这份亿万合同 是这个乞丐让您送来的吗 我说了 是青龙大人让我送来的 其他的一切 无可考考 苏天交 你听到了吗 屠龙大人说了 这份亿万合同 根本就不是这臭乞丐送的 而是青龙大人 他一定笃定 屠龙大人 不会说出您背后的贵人 所以才有恃无恐 冒你这份亿万合同 我林平当然有恃无恐 在你们口中 那个高高在上的青龙大人 只不过是我的一个仆人罢了 就这个 屠龙 他什么都不是 去 给你们青龙打电话 让他给我补回来 敢对青龙大人不敬 杀 够了 胆敢在屠龙大人面前 口出狂言 更是冒领公民 请你离开这 我不想再看到你 女王大人 我可以走 但是 你一定会后悔 今天的决定 屠龙大人 今日让您看笑话了 以后我苏氏集团 便奉您为座上宾 享受股东待遇 而这位先生 他本性并不坏 还希望您从轻发落 苏天桥 他敢冒犯青龙大人 当初 什么 什么 青龙大人 您让我转告给苏总 这份意外合同 是那一位 叫林平的先生送来的 不错 那位是我等需要仰望的存在 不可冒犯 你送完赶紧回来 他究竟是何谅人 苏总 这份合同 一切是那位 叫林平的先生送您的 走 苏信 怎么会这样 他居然当真 只是因为我替他付了车费 就能给我送来亿万合同 而我却出怪了他 天哪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居然连 屠龙大人都要听命于他 不 不是屠龙大人听命于他 而是掌管诸国财力的 青龙大人也要听命于他 即便是青龙大人 那也是一路可令 诸国经济倒退数万年的人物啊 这样的人物 居然只不过只能替对方做事 对 我堂堂中下第一集团副总 现如今也被别人当成跳梁消丑的存在 哦不 别人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 不错 林平先生是我等需要仰望的人物 论心性也比在场的诸位要高尚 不会侠恩求报 我以苏氏集团最高位的身份宣布 张天豪从今日起退出副总之位 撤出股东之列 苏天娇 你会后悔的 是 我当然会后悔 但不是因为你 带走 苏天娇 你会后悔的 放开我 从今日之后 这苏氏集团便是我的一言堂 不服辙 滚 散会 林平的信息已经下落搜查到 副总 林平先生出自昆仑山 不决钱财下山 先是帮孙氏集团孙若熙就职的父亲 之后来了这里 而且孙小姐已经对外宣布 楚林平终身不嫁 以正情深不许 什么 他竟然是我十多年未见的小师弟 我 我没认得出来他 而且 他明明那么帮我 我还误会他 苏东 需要我做点什么吗 查 查我的小师弟隽呢 我一定要找到他 是 小海 你去查一下林平的资料 我倒是要看看 是谁让天城女王苏天娇 女神孙若熙 自将身价逗贴一个男人 小姐 此人叫林平 好像来自昆仑山 现在 应该快要到您的别墅了 林平 林平 昆仑山 小师弟终于来找我了 哼 不过他现在才来找我 我必须好好给他个教训 放他进来 然后 你按照我说的做 是 小姐 哇 这么气派的方子 以后就是我的了 小姐有令 我等麻重解匪来测为婚妇的真心 出发 是 老天爷 保佑 希望我二师姐 别让我失望 小师弟 拆开我是谁 还用说吗 那当然是我最漂亮 最可爱 最温柔的二师姐呀 考一 小师弟 房间漂亮吗 这可是我欠了五百万的高利贷 换来的战利品 可惜我现在还不准钱了 房子也没了 我 我也马上要被绑去夜总会还账了 而你 你还愿意认我这个师姐吗 那可是五百万哦 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还得起的 师姐你放心 我这次下山来 目的就是帮你解决一切麻烦 区区几百万而已 对不对 我替你还了 师弟 你说真的吗 那当然 我告诉你 师姐 只要有我在 我保你平安无慎 嗯 我看你能演到什么时候 姓赵 你欠了我们五百万 你准备什么时候还 你要是再不还钱 就别怪我们挣手了 不是 二师姐 你真欠他们五百万啊 是啊 足足五百万呢 嗯 我马上也就要被绑走了 小师弟 你可不要想我 都什么时候了 还没把我放在眼里 来人 把人给我带走 小师弟救我 刀刀 这五百万 我递刀还 那可是足足五百万 就你一个臭乞丐 你拿什么款 想出风头 想学人家英雄救美 哎 想要我打小就不拥 那兄弟们 咱们让英雄看看 当英雄 要付出什么代价 林平 他们可都是宗师的级别 你确定要为了我 冒死的风险吗 二师姐 我答应过你 我一定要保护你 再说了 我也根本没把你们 放在眼里 想要死 上 你 现在轮到你了 你觉得是天道顺手 小子 现在还钱天经地义 你要是不还钱 天臣地下皇帝下达江湖通缉令 就算你是天道顺手 你也抵挡不了 区区五百万 谁说我不还钱了 来 我给你一千万 这是孙若曦给我的付卡 里面资金融献 拿着 随便说 别再欺负我十几年 林平娟敢要别的女人的钱 你敢侮辱我 哎 我就是在侮辱你啊 拿着钱赶紧滚 哎呀 这种拿钱无人的感觉真爽 我怎么就只有一张卡呢 好 你等着 大哥不会放 走 林平 地下皇帝不会放过你的 你赶紧走吧 为什么呀 钱我也替你还了 人我也给你打服了 哎呀 师姐 你就放心吧 他们不会来 林平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 天城地下皇帝 手眼通天 为人更是牙子必报 你打伤了他们的手下 他们会保护你的 虽然你很厉害 但怎么也抵不过他们千军万马呀 你还是赶紧走 师姐 你这是在心疼我吗 是啊 谁让我已经喜欢上你了呢 像你这么武功高强 还有钱 还诚实的男人 谁不喜欢啊 甚至连女神孙若曦 都愿意把富卡给你 任你花了 不像我 就只有高利贷给你 小师弟啊 你还喜欢师姐我吗 师姐想知道答案的话 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然后我就告诉你 什么 我通过你的考验了吗 什么 你都知道 什么 你居然知道 不是 二师姐 你也知道我武功盖世 我能 我有切脸跟顺风耳 对吧 所以说我很自然的就听到你的吩咐了 我也当然知道你的声线 我当然要好好表现了 但是啊 但是我发誓 我对你的真心 日月可见 混账 林平你刚刚都是在看我笑话是吧 你都在演戏 不不 二师姐 我刚才完全是急性发挥啊 对吧 你再说了 你把我魂都勾走了 我还拿我力气思考啊 对吧 牛马 你给我滚 小妹 你又在发什么脾气 哥哥 你怎么回来了 你瞒着我 叫小海 狮子行动 我当然要过来看看情况了 这小子是谁啊 见林平敢在凑巧实破我的情况下 给我玩将计就计 戏弄于我 现在正好让哥哥帮我溜溜 他究竟是罗子是满 有几分本事 哥哥 小妹 是不是有欺负你了 哥哥绝对不会饶了他 就是他 他是个色狼 对我动手动脚的 还打伤了小海 小子 敢欺负我地下皇帝的妹妹 我要你死 林平 倘若你敢对哥哥说出我对你的测试 那么你就不配当我的未婚夫 而若你屈服于哥哥 那也不配 本小姐真是越发好奇你的选择了 好 大舅哥 我跟你说 我爱上我二师姐 我不管 哥 我不喜欢他 然而他一直调戏我 我要你挑断他的手脚 让他沦为残疾 习讨为胜 哇 二师姐 你好生歹毒啊 行 你还有什么招数 尽管使出来 我林平今天在这立誓 我今天一定要收复你的心 不过 话说回来了 你也看见我的实力了 也别让他们上 自讨苦吃嘛 这也算 给他就哥的一个见面礼 林平 你需要乱拍清醒 刚才那不过是开胃小菜 这次本小姐要跟你玩真格的 我哥哥的手下随便一个拎出来 那都是一方霸主 哥哥 你等什么呢 我不管你跟我妹妹打什么眼影 也不管谁对谁错 我只知道 他是我地下皇帝的妹妹 我要无条件地支持他 他要谁死 谁就为死 兄弟们 是 给这混蛋看看 我地下皇帝 是不是浪得虚名 上 我就说我没说谎 哎呀 行了 你说像我这种武功盖世 风流倜傥的男人 对吧 你们还嫌弃什么呢 是吧 大小跟我发誓 我一定会对我二十节好的 哥 我不喜欢他 既然他们不行 那你帮帮人家 刚好你也得了大宗师这位 正好亲自替我措手收拾 这一次你又该如何选择 也会像哥哥切穿我骗你心的骗局吗 林平 妹妹放心 好 二十节 我保证我不会还手 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 小子 我已经到了大宗师的境界 即便你还手 也不是我的对手 人 住手 林平 你不是说你绝对不会还手 要向我证明吗 我要让你用性命来证明 二十节 我言出必行 动手啊 怎么了 你不是说让我用性命来证明吗 没吃饭呢 还是舍不得杀我 我改足意了 我要让你自杀 你敢吗 有何不敢 够了 二十节 我就不信这你都不动容 八十节 我通过你的测试了吗 林平 你愿意用性命来读 我要是再不相信你 岂不是也太胆小了 你怎么样啊 快喊医生啊 林平要是有什么三强两短 本小姐也不活了 不是 不要不要不要 我就是神医 不用叫 不用叫 你骗我 虽然这没事 但是 大酒哥 你现在是真疼的 疼死你算了 什么情况 哥哥 林平没有欺负我 林平 对不起啊 我不该污蔑你 更不应该玩弄你的真心 二十节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咯 看你表现吧 小子 我不管你跟我妹妹 在玩什么游戏 你们年轻人事 我也不想管 既然 你们俩真心想在一起 那就原地结婚吧 结婚 不错啊 现在我就把我妹妹托付给你 如果你敢欺负她 我要你好看 大酒哥 我发誓 有我在 谁也欺负不了我二十节 上道了 行了 领结婚证去吧 对 领证 刚才我们说了吗 年底结婚 怎么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不是 这 其实我 我 我 这是 林平 你什么意思啊 哎呀 世纪太新奇了 师弟啊 你不高兴吗 虽然孙若曦 房仲仑他们先认识你 但那又怎样 我是你第一个老婆 还是说 你不肯我做你第一个老婆啊 哎呀 我怎么敢的呀 二十姐 但是你忘了 师父让我下山 我还要给其他师姐解决困难呢 不是 小子 小妹 什么师弟 师妹了 既然你选择我妹妹 那就对她一心一意 知道吗 不是 大舅哥 这个 如果我现在 跟我二十姐结婚的话 其他师姐不能同意啊 这话真的 没错 我师父跟我讲了 小师弟这次下山呢 就是为了解救师姐师妹们 还有四个师姐师妹 等着小师弟解救呢 哎 天兄弟 我也跟我好多说 这怎么办呢 对嘛 签注定嘛 哈哈 哥哥 人家林平魅力可大着呢 你就像女神孙若熙啊 女王苏天娇啊 都已经在痴痴的排队等着了 就算我心心意意的只有她 人家也不一定悬我 哎呦 二十姐 那你可是谦虚了呀 你可是狐狸精啊 你刚才把我回头勾走了 你放心啊 我去帮他们解决问题 我一定会回来见你的 那你可一定要回来啊 放心 我们两个以后一定会相遇的 那我先走了 林一平 你一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嗯 嗯 拜见尊主 哎 哎 不要不要不要 都起来吧 起来吧 没事没事啊 起来 尊主 您是否要拦截孙若熙 苏天娇 赵小倩对您的追踪呢 呦 他们这么爱我呀 哎 算了吧 不用了 随他们去吧 是 尊主 自然偷我给您带句话 您找去七位师姐之后 便会有一点 届时 一面打开此信封 真人自会为您指点迷惊 看来我师父还是爱我的 啊 师父 偷儿也爱您 我 尊主 真人只是说为您指点迷惊 并没有说爱上您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奴婢愿意一直陪着您 哈 哎 还是我们家青龙懂事啊 哎 只是这样 我还要去找我三十姐啊 所以你们回吧 都回吧 是 奴婢遵命 哎 好大的别墅啊 哎 兄弟 我来找你们的小姐 就是我三十姐 小子 什么师兄师弟的 没听说过 赶紧给我滚 崔师妹崔少 正在里面跟我们小姐谈婚论嫁 你要敢耽误了崔少的好事 我敲断你的狗腿 哦 原来我三十姐是被逼婚了呀 那我更要帮他了 哎 你看 你把那个孙娃儿叫去了 我亲口跟他说 保安部 都过来 把他给我撵出去 慢着 哇 三十姐你好漂亮啊 三十姐 你叫我三十姐 你到底是谁 我是你小师弟林平啊 师父吩咐我下山来帮你解决麻烦的 小姐 这家伙不仅是个乞丐 还是个疯乞丐 什么师兄师父的 一看就是胡说八道 我这就帮你把他赶出去 一个乞丐也敢说是您的未婚夫 宋家谁不知道 您的未婚夫 只有崔少 入手 小师弟 真的是你 你真的快来找我了 当然了 我一定要帮你解决麻烦 放心 有我在 没人敢欺负你 小姐 您可别被他骗了 这家伙一看就不像是个什么好人 明显是冲着宋家的产业来的 您若是把他带回家 一是引狼入室 致宋家于不顾 二是吹哨知道了 会生气的 小李 我从来没有说过 崔氏美是我的未婚夫 既然你这样讨好他 甚至不惜破坏掉我的名声 那从今以后 你就去找他吧 从现在开始 我宋家把你开除了 我们宋家不需要你这样的 叛言富士之人 小姐 小姐 我错了 小姐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刚才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事实证明 如果有些事情不付出代价 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错了 小师弟 我们走吧 走吧 大小姐不过是个女人 最后还不是要嫁人 等崔少成了宋家的掌权人 我看你的脑我怎么办 这件事一定要赶紧告诉崔少 好得到崔少的重用 爷爷 我回来了 怎么回来了这么晚呢 爷爷 我想师弟过来找我了 也好 在下林平 特奉事命 下山探望宋家 你就是紫霞真人的徒弟啊 对的 你是来旅行和婉儿的婚约了 是不是 诶 等等 婚约 不是 我师父告诉我 下山是来帮我事件解决麻烦的呀 小伙子 你有所不知啊 当年啊 你的师父帮你和婉儿 议领了婚约 哎呀 亏得前两天 我还说这真人的徒弟 什么时候才能来 没想到 今天就来了 婚约 难道师父跟我说的惊喜 就是婚约 爷爷 小师弟刚来 肯定累了 我先带他去休息吧 冻病的主 给小师弟收拾出来 是 主 师姐你是要跟我一起睡吗 什么呀 那是客房 谁让我们结婚了 才能住在一起 这是习俗 林先生 这女孩子的矜持啊 你应该可以理解 这感情的事情啊 你慢慢来 玩啊 最说 翠世门救了爷爷 爷爷知道 他喜欢你 之前没说清楚 也就过去了 现在啊 林平来了 你既然不喜欢人家 你一定要跟人说清楚 好 我明天就去公司和他说清楚 时间不早了 我先带小师弟去休息了 好 一定照顾好林先生 放心吧 爷爷 小师弟 我们走吧 走 师姐 这千牛花绝对没有你手香 这是百合花 是我最喜欢的花 而它之所以没有我的手香 只不过是因为 它在逐渐枯尾罢了 那你打算把他扔了 不 我要培育他 让他再次含羞待放 我喜欢这个过程 就像是看到我自己成长一样 师姐 哇 师姐你好香啊 师弟 你好不正经啊 哎呀 我三师姐呀 就是太害羞了 不然那我好多机会呢 哎呀 没办法呀 这床啊 也只能我自己享受了 啊 床上也好幸 好幸福啊 小师弟 张师姐 可不 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爷爷最近生病在家 我得去帮忙管理一下公司 身边也给崔氏美说清楚一下 你要是困的话 就继续睡吧 那怎么行呢 我一定要当着崔氏美的面 宣誓主持 我的女人 不是她能想的 并且我算出你今日有恶气缠身 我必须得在你身边保护好人 那麻烦你了 哎不麻烦不麻烦 能给我三师姐这么美丽 善良大方的美女效劳 那是我的人性啊 好办 这宋大小姐怎么跟一个男人走在一起啊 她不是崔副总未婚妻吗 宋小姐这不是光明正大地 给崔副总戴绿帽子吗 崔副总啊 可惨啊 上班的时候哪来这么多屁股啊 哎 哎 好 走 走 宋婉儿 李叔说的不错 你果然背叛了我 我要你宋师集团的火车 我要你又出代价 宋总 今天您和这位先生一起出现 外面的员工都在议论 说你光明正大地给崔副总戴绿帽子 让崔副总脸面全无 还有 同时也影响了您和公司的形象 您看需要证明一下吗 不用了 崔副总 崔副总并不是我的未婚夫 开赛事 你现在帮我把崔副总叫过来吧 宋总 你这样恐怕会伤害崔副总 副总对你情深义切 你们又是公司公认的郎才女貌 有钱有才有地位 她有什么 她不过是一无是处的小白脸 她比得上副总吗 废物 你敢蒙蔽宋总 我绝不会坐视不管的 你谁呀 你没听见我三师姐已经承认了 我是她未婚夫吗 她自己都说了 你在那不买什么呢 你张口就污蔑我破坏别人的感情 当小白脸 怎么的 看我一个人好欺负 琳达 你跟我爷爷一两年了 怎能还如此不懂规矩 林平确实是我的未婚夫 以后你不准拿手 宋总 他根本配不上你 够了 你预计了 不准再有下一次 现在去帮我把崔副总叫过来 是 宋总 三师姐 我看你这个秘书可不简单 算了 林平 你就不要生气了 琳达也只是心直口快乐一点 你就不要和一个女孩子计较了 我没开玩笑 不可能啊 他一向对公司忠心耿耿的 宋总 你找我 崔副总 请坐 不必了 有什么话直说就好 那我就直说了 您救了爷爷 我很感激 但是我不喜欢你 对于你在公司传说的那些暧昧信息 我不说并不代表我不知道 还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误导大家了 我知道你是故意气我的 其实呢 你是喜欢我的 我也喜欢你啊 这之前嘛 是琳达把我上腰 所以让你误会了 崔副总 你和谁在一起 你喜欢谁 这是你的自由 我并没有误会 我也不喜欢你 只不过是因为之前林平还没有过来 而你又是爷爷的恩人 我顾及你在公司的面子 这才没有理会你在公司发出的那些信息 还希望你不要误会 我误会什么 之前你帮我上腰又提包我为副作 你要是不喜欢我 你对我这么好干什么呢 我明白了 你是想考验我对于你的真心神 你放心我不会上当了 你不就是误会了我跟琳达之间的关系吗 所以随便找了一个人当你的未婚夫 你好端端的 怎么会蹦出来一个未婚夫吗 崔总啊 我可不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未婚夫啊 我跟婉儿的婚约 是老爷子和我师父亲自认证过的 我们走的可是阳关正道 而你呢 我只是追求他的一条才本狗 我劝你啊 尽早收手 你吃起来 你们找死是不是 不过劝你最好存手 不然我就这么走了 崔副总 还希望你不要成为让我瞧不起的人 放手 啊 我放手 我希望你亲口告诉我 你根本就没有喜欢过我 崔副总 我喜欢的人 一直都是胡言 宋儿 你真行啊 我再提醒你一下 我可是你爷爷的救命恩人 你们就这么报答我的事吗 崔副总 我知道是你救了爷爷 我很感激你 爷爷也很感激你 但是我们也报答了你 提拔你为公司的副总 放纵你在公司拉帮结派 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够了 是我为了公司费尽心思 所以我当上了副总 跟你爷爷没有任何关系 你记住了 这是我崔师妹应得的东西 崔师妹 倘若不是你救了营业 以你的能力 根本就当不上宋氏集团的副总 你得一切都得益于我们宋家 对你的感激 你说不是就不是啊 啊 你说不是就不是吗 我这么多年的努力 被你一句话就给磨灭了是吧 行 我看出来了 你们就这么了 当初我就不应救 我就应该让你死 够了 你走吧 爷爷是不会让我为了报恩 去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 咱们就此了亲 至于你愿不愿意 继续当宋氏集团的副总 随便你 你真了不起啊 你们宋家真了不起啊 行 既然恩情不足以让你跟我结婚 我不能为力 那你什么 为什么选择一个臭乞丐 我最是没没的 不比他强 你能不能真是贱 敢欺负我师姐是吧 你手别要了 孙王林婷 崔氏美 像你这般极端自大之人 一辈子都比不上林平的 从现在起 你被我宋氏集团开除了 开除啊 行了 既然如此 我摊牌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没有任何费责 对我们已经指高气扬的吩咐我 告诉你什么 因为现在公司送你了 你说什么 我说了 现在整个公司都是我的 您听懂了吧 而且我告诉你 我掌握了宋氏集团60%的股份 和一半的人手 你要开除我 你问问看 谁敢开除我 崔氏美呀 崔氏美 你胡说八道 我再说一遍 你被我开除了 你要是自己再不滚 那我可要帮帮你了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你知道吗 既然如此 那不妨让你看看 谁敢听你的吩咐 开除我崔氏美 喂 小王 你是人事部主管 我现在吩咐你 把崔氏美给我开除了 宋总 这不太好吧 怎么 你敢不听我的 宋总 您让我开除崔总 我树南从命 恐怕您现在也知道了 那我也就实话告诉您 我是崔总的人 不仅是我 技术部 开发部的重要人员 统统都是 什么 你现在知道了吧 整个公司都是我的 只要我一句话 就能让宋氏集团破产 好 你现在呢 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乖乖的跟我结婚 然后让我掌握 宋氏集团的大权 崔氏美 念急就行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收手 否则 凭我宋家百年顶遇 你最后只会人才两空 宋儿 你是不是没有摆清楚 自己的位置啊 我告诉你 宋家 只不过是我的囊中植物罢了 我不妨告诉你 你爷爷那场车祸 就是我找人撞他 结果你跟你爷爷这两个蠢货 竟然毫不怀疑 当真事已为一场交通事故 所以就给了我 架空宋氏集团的机会啊 崔氏美 你敢害爷爷 宋总 因为我呀 当初是我在老爷的车上 动了手脚 这才帮崔少 成了你宋家的大恩人 没错 即便老爷子 深思熟虑又怎么样 琳达 可是我的人 老爷子还派琳达调查我 能调查出什么呀 要怪啊 只能怪 识人不清了 琳达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炎炎一手资助 你上学并且提拔你的 我们家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吗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我想做人上人 没有人愿意 永远地屈击人下 而你 你比我强什么 只不过是比我会同胎罢了 好了 既然宋大小姐 都已经知道事情的原委了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乖乖地嫁给我 让我掌握宋氏集团 并且呢 继承宋家的百年纪业 第二个 死在我的身上 然后嫁祸给你 所谓的不分服 你再选吧 你混账 就凭你也敢威胁我 威胁爷爷 我告诉你 我宋瓦尔就算是死 也不会让你拥有我们宋家 百年纪业 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爷爷 宋瓦尔你鱼不可及 这宋氏集团是我们的地盘 你只能听我们的 否则就别怪我们送你下地狱 哎 干什么呢 让他死在我们这儿 只会让老头子怀疑我 那崔少的意思是 我们只需要告诉老爷子 宋瓦尔死于他的未婚扶植手 我们没有拦住他 这样就会取得老爷子的信任 到时候宋氏集团 还是在我们掌握着 崔少真是好办法呀 既然这样 来人 把他们给我拿下 好啊 二位真是当着我的面演了一出好戏呀 真可惜 遇到了我林平啊 好 还要忘了你这个脚屎棍啊 既然你说是一出好戏 那就用你的命 来付门票吧 怎么样 上 就这么两个人就想欺负我师姐 啊 三师姐啊 我跟你说过 有我在 谁也动不了你 小师弟 你好厉害啊 臭气 你找死 小师弟 他这是怎么了 啊 啊 没事啊 我只是 把他定住来 让他不能说话 不能动 师妹 师妹你没事吧 你究竟是谁 你赶快放开师妹 要不然羞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让我放我就放了 你以为你谁呀 婉儿 后面的事 还用我帮你处理吗 不用了 我要亲手教训他们 琳达 现在崔少真是美 已经被我小师弟制服了 你现在把股份还给我 然后自请辞职 永远不要出现在天城 我还能给你一条活路 活路 还有什么活路 事已至此 我为什么不能为自己拼一条阳光大道 非得让崔氏美来当总裁 我为什么不可以 来人 把他们都给我杀了 我要自立为王 上 资料 乖乖听完的话把合同拿出来的 离开预设 我死也不会交出合同 我才是宋氏集团的总裁 不用了林平 琳达 你说的是这份的 不是不是的 现在才不是 你想当人少人的梦想 你想当人少人的梦想 现在彻底工塌了 没了 什么都没了 小姐 我错了 我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求求你了 你把活动都已经销毁了 我马上就离开天城 我马上就离开 你求求你饶了我吧 小姐 琳达 琳达 一切都晚了 嗨 爷爷 您不用送我了 快回去看看三世姐吧 林平 太不好意思了 这个网儿也太不懂事了 你看你走啊 他还耍小兴子 回头啊 爷爷回去 帮你 训训他 真是不好意思啊 别生气啊 怎么可能呢 爷爷 您快回去看看他吧 我估计啊 他现在正在房间里面哭鼻子呢 我可没哭鼻子 小师弟 这是我林业制作的花篮 就是为了今天 能送给我喜欢的人 你一定要早点回来 三世姐 等我回来 嗯 我等你 真听话 那我走了 嗯 不愧是我小师弟 被小师弟喜欢好开心 啊 不对 这花篮 他怎么没有拿走啊 这可是我第一次 给男孩子弄花篮 呵呵呵 爷呀 那就等 林丽下次来 你送他就是了 走吧 咱们回去吧 好吧 那也只能这样了 下次 我一定要让他带走 好 三世姐 你想要巴掌小师弟 可要关我们这一关呀 我知道 但是你们来找我干嘛 小师弟刚走 你想知道林平最喜欢我们当中的谁呢 嗯 想 那你照我说的做 嗯 可以呀 不对呀 我怎么总感觉有人要暗算我呢 哎呀 算了算了 先看四师姐的授训宴吧 诸位 云是我中下名流之士 勿于穆家 平定边境八国 可帝 国之兴拜 战部特封其为 中下 一云战神 今日 将由我战神之手 王首将 为其授训 公请 中下第一云战神 勿论 感谢战部后外赐予战神令 本战神定不负所托 外赐予战神 嗯 刘战王 你敢造反 伍玥 你倒是有几分本事 刘天霸 要干什么 诸位 我不是造反 本战神只是要用实力之后 这战神之位 应该属于我刘天霸 而他沐浴 终将是我的手下败将 嗯 偷袭之人 一个玷污战神之名 啊 四十姐 我帅 小师弟 小师弟 你什么时候从昆仑山下来的 是不是你有麻烦 就让我下山来帮你了 小师弟真快 等我解决了这里的麻烦 晚点再来找你 大人 刘天霸在我的寿训宴上撒野 是不敬家国 你应该把他拿下 革职 刘天霸 你刺杀战神 欺罪 猪连九族 还不赶紧跪下认罪 大人 是属下唐突了 但是这战神之位 李英勇忠下最强之人担当 他沐浴 现在败带了我的手 那他的战神之位 就应该属于我 刘天霸 偷鸡摸狗之辈 你只能一辈子被本战神踩在脚下 你若是想当战神 就应该堂堂正正地用战功来证我 而不是在背后暗算我 你 大人 沐浴他 现在已经功力尽失 但是他隐瞒不报 那便是欺君之罪 属下请您撤除他的战神之位 沐浴 可有此事 不错 我是被歹人暗算重病为好 但不是不报 是要靠威名镇守边境 不然凭借谁 再次抵挡着蛮蚁压尽 自然是我 这诸下可不只有你一位战神 而你也不要一言所指 老子不是傻子 你自己记不如人 而且你现在已经没有镇守边境的实力 没有实力的威名 那就是个屁 在战场上认得只有拳头 谁的拳头大 谁才掌握话语权 我说的在座的各位可服呀 不错 战场只有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我支持刘战王 战神之位 本就应该由最强者担任 沐浴既然败给了刘天堡 那他正是我中下的新任战神 我等请大人赐封战王为新任战神 等过这一口 沐浴 你今天败在了刘天堡手中 隐瞒动情 今天宣布的寿司业 战兵 不同意 罪当造反 孙主 我不同意 我师姐平定八国战乱 使我国受边疆朝败 得战神之位 靠的是军功和政绩 他这个战神之位 八战之魁 小师弟 你少说两句吧 这里不是你乱声话的地方 放心吧 师姐 我这次下下来就是帮你解决麻烦的 放心 有我在 没人敢动你 小的 想出风头是吧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 他沐浴就算再了不起 但还只是好汉不提当年永霸 而他现在败给了我 这战神之位 就应该是我的 我给你一脸 你是真不要啊 你怎么应该我师姐 你靠的是偷袭啊 偷袭啊 我师姐说过了 你想取得战神之位 靠的是军功和战绩 你想白拿战神之位 无人女 竟然敢打我 人物无王八的东西 大人 我战不有力 敢入战王城 绑杀 没有人有资格能去走我的性命 你给我住手 你 军军演员 不是二等可以藐视 男人的 我拿下 大人 这小子就是沐浴的人 沐浴企图造反 请大人将其一病诛杀 吴天棒 本帅功力尽失 是因为你给本帅下药 本帅现在还没有找到证据 刚才牛在我的寿训业上撒野 让本帅受辱 寿训暂停 本帅忍了 现在牛当着我的面 行风作浪 可是觉得本帅不敢收拾 这才是我忠下你战神 该有的气魄 我林平在此宣布 正式册封 沐浴为我忠下第一名战神 有谁不服啊 住口 战部之名 应由我战部来定 怎能由你来侮辱我战部之名 我林平从来不冒充任何人的威名 就算你战部负责人来了 我也会这么说 而且一个战神之位 我有何策封不了的 周天奇大人到 我战部何时有一个外人说的算了 拜见周大人 拜见周大人 你怎么还不跪下扣拜 你问问他 他敢接受我的朝拜吗 放开 我为何不敢 我今天来此就是要看看 谁随意凶使战部的权利 战部怎么了 你要是公正 我何须在这替你杀令 我何须在这名不冤身不平 这些不都是因为你的恶行吗 大胆 没人敢质疑我 你弃罪当初 打下此人 尽可斩首 大人 请看在属下的面子上 饶恕他的罪过 沐浴 你这是要造反吗 大人 他是属下的小师弟 我信奉滴水之人当泳泉相报 我愿意一身的尊功证迹来换他一命 就算饶死 我也毫无怨言 沐浴 你没有资格威胁大人 别忘 现在戴罪之身 大人 沐浴现在功力已尽 隐瞒不报 御意不明 你看如何处置 不义 以可知罪 沐浴无愧于天 更无愧于地 我隐瞒不报 只是怕边境动荡 怕国之动荡 这罪名 我不认 指望大人看在我的面子上 饶恕我的小师弟 沐浴此言有理 难道真是我等错怪了沐大人 大人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尽内的安定的 大人 此人根本就不是沐浴的恩人 而是沐浴的人 他所做之事 皆是沐浴之事 所谓一切 不过是为了引起明目 让大人您 破于明誉 赐封他为战神 他这是以退为敬 小心于您啊 沐浴 你掩瞒病情不报 指使小人 污蔑以我的明誉 小心于我 不把我这忠下之主 放在眼中 当诸君主 我愿以死死正清白 该以死能治的人不是 这是龙王令 我乃龙王殿 新任殿主林平 谁还敢让沐浴 以死正清白 龙王令 只是能一令号令诸国 赢驾于整个国家之上的令牌 对方究竟是谁 难道 他就是龙王殿紫霞之人 新任命的龙王殿垫子 那若是真的 得罪了他 忠下必亡啊 原来 这真是对方的底牌 尔等已经知道 我现在的身份了 还敢让沐浴 你真正清白吗 不可能 他沐浴 不过就是天城中 一个小小世家之女 怎么可能认识那位大人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仗着无人揭穿 在冒用那位大人的身份 邮天奇 黄首相 这么说 你们两个也要质疑我的身份了 大人 刘天霸此言有你 虽说他手上拿的龙王令 但谁又能肯定 这龙王令是真是假 何况 那位 宁驾于中国之上的还存在 即便他要来我诸相 怎么都会要套路的崩升 也最起码要跟周大人取得联系 即使这样 沐浴沐家 怎么能有支表的关系 所以这龙王令是假的 言之有理 现在你听清楚了 你贸任那位大人的身份 如果我中下国不惩罚于你 那就是以龙王殿为敌 所以今日 你只有死 本尊说了 我才是龙王殿殿主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爱人以外 任何人都杀不过 你们不信的话 我可以叫我的四位使者来 告诉你 够了 林平 你不要再为我犯下楼天大祸 我承担不起你这份恩情 战部负责人 这一切与林平无关 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我愿意自请退出战神之位 薰厚战部负责人发配 沐浴 那你现在是承认 你不配着战神之位 你是故意隐瞒病情 更是个制造舆论 调兴于战部负责人 君要承认 臣便认 沐浴 事实胜于雄辩 你看看在场的诸位 除了林平之外 何人不辩是非 你认罪 这是众人心知所向 而造成这一切 是你丢由自举 沐浴 你还有何不服 诸大人爱民如此 睿智英语 又岂会冤枉于你 依我看 你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野心膨胀 如今 更是为了这战神之位 做出这些 下一步 岂不是要联合其他战神 攻赏战 许而败之 沐浴其心不悔 战王所言 皆有一句 我恳请周大人 伺沐浴九族流放边境 沐浴本人 五马分尸 已经是众人 我恳请周大人 伺沐浴 五马分尸 已经跳楼 沐浴 你可认罪 我十八岁入午 从渡兵做起几次 险仙遇害 靠的是战友 是保我忠下安定的信念 从不掩外 但如今 我是沐浴 沐浴 你敢指责周大人不恭吗 不敢 沐浴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你带领的手下林平 三番五次挑衅于我 我听你们辩解 但最后 你们是得寸进尺 你也是这样 那就别怪我了 按众人所言 五马分尸 大人顺民 沐浴 你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罪有应得 来人的 过五马分尸 上 既然你们已全押忍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 那到底有多大的事 小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而在我中下国 无人可以高过一国之主 除非你的谎言成真 让我等真的相信你是真正的龙殿 殿堡 不过你不能 那等待你们的 这只能是五马分尸 这就是造反的下场 刘天爸 直立包不住 真相终究会大 周天奇 诸位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我究竟有多大的事 玄武 空之青龙 朱雀 白虎 三分钟之内 到我四师姐沐浴的 兽训验室 三分钟 还有三分钟 我的使者就会到你 刘天爸 交代事情真相 我给你留一条诠释 或者周天奇 你把事情交代清楚了 你必须知道 本尊主说你不公 你自然不公 他刘天爸空口无凭 没有任何证据 就敢污蔑一国女英雄 位高权重者都敢如此 那无权无势之人 该当如何 像是韩信 这一方土地 你们又该如何收货 小蛋 他沐月受伤 隐瞒不报是事实 败给了我 那更是事实 挑战周大人的权威 更是有目共睹 这便是实打实的证 又岂能说我是空口无凭 不错 沐月 你敢欺君 而你又敢冒出 那位大人的威敏 随便哪一条都可以 把你们拉出去 死剩上万次的 所以杀你 于情于理 那看来你们也不会认错 那这个机会 我也没必要再给 当主子的不明是非 当废 当属下的 随便陷害忠臣 必杀 够了 你真是明完肚灵 你以为这样 就可以吓到我吗 包手将 将来人给我拿架 是 黄毛小了 我的四大战神 随便一个都可以 以一帝万 坐镇一方 今日我就让你肉身粉碎 不得入土为安 我好怕 可惜 我是人中龙凤 天之骄子 来 上 周天奇 你不明是非 现在 我以龙王殿天 施责命令你 立刻下台 就你 一见莽夫 谁会听你的号令 你还敢撤我 占我一个人的位置 就凭他 是我龙王殿龙尊 四位大人 你们怎么来了 大人 这四位大人 已经是知道了 有人冒用龙尊的威名 起来问罪的 咱们中下完了 四位大人 林平 冒用龙尊威名 我已将对方问罪 他一个人的行为 和我们中下国毫无关系 我等 与龙尊 忠心耿耿 拿下林平 交给四位大人 处置 放肆 这可是我们龙王殿 龙尊 龙尊 您看对方如何处置 本尊当然要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刘天霸 你暗杀沐浴 污蔑沐浴造反 本尊今日 一定要让独骂分尸 全子不留放 是 周天琪 你可是在质疑龙尊 怎么 还想让我们龙王殿 替你出手不成 不敢 动手 胡宗乡 你敢 周天琪 你不能让龙王队的人杀我 有何不可以 我说 我说 这些 都是周天琪安排的 在给龙王威信 让我 让我按下沐浴 说死神之后 立我为战神 属下 这才体而走险的 证据呢 我 我没有证据 我看了信之后 这信自己就燃烧了 信里面的香气控制住了我 周天琪 周天琪就是这幕后主使 一定是沐浴 公告盖主 引起了他的猜疑 他才会让我 废了沐浴的 不错 你饶了我吧 你饶了我 好 晚了 刘天霸 我原本以为你受人指使 不受控制 领寺给你机会 你却不接受 今日看在你说出真相的份上 我饶你全走 你去死吧 周天琪 你可认罪 楼尊 这刘天霸 他是在污蔑我 我绝非受益 我愿自请退位 你正清白 好啊 既然你假惺惺的自请退位 那我成全你 你就退吧 反正不管你是不是 怎么看你都是个昏君 不过国父可一日无君 从现在开始 我宣布沐浴为新语院战部负责人 有谁不遵 展 拜见大人 拜见大人 公君如此嚣张 更是你全压人 你不怕引起民怒吗 我说过 我要一眼还眼 以牙还牙 你都可以一拳压人 我有什么不行的 好 好极了 不过龙尊 你的权势滔天那又如何 你究竟是人而不是神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 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我利用战神之位来当诱饵 叫刘天霸给沐浴下药 而且这药无人可治 不愧当战部负责人 我等战士保家为国浴血奋战 死伤无数 换来的竟是你无尽的猜疑 沐浴 你错了 将全部的权力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你以为最后 我真的会把战神令 令号百万雄师 交给你们吗 绝无可能 哪怕是刘天霸也在事成的那一天病八 我也会顺理成章的拿回战神之权 当真无耻 我 沐浴 这地知道脚踩生灵 手掌生死 才得永生 龙尊 你即便是神医 能查出刘天霸体内的毒树 那又如何 而沐浴体内的毒 只有得到配方 才可以一线生机 而你现在 只有一个选择 还我占不负责人之位 否则沐浴就是死 区区一个战功负责人 还威胁不到 哈哈哈哈 你以为呢 我告诉你 这里根本就没有配方 沐浴 他只有死路一着 就看着沐浴 香香 运运吧 我沐浴愿意生死 也不会让你等 自私兵冷之人 当任我忠下掌权人 我黄手将 愿奉沐浴 为我忠下 新任战功负责人 我等 愿奉我沐浴 为我忠下 新任战功负责人 沐浴定不负所托 但辞职十日不多 愿暂待战功 在众生中寻找新任战功负责人 沐浴 我林平既策封你为战功负责人 你就一定要将战功发扬光大 繁荣昌盛 而且 而且你都已经解了 怎么可能 大人 您刚才吐的血是红色的 只有正常的血才是红色 您身体好了 这一定是您负责身后啊 林平 你快点告诉我 我的病是怎么好的 您又为何帮我 沐浴 你体质特殊 所有的毒药到你体内都会被自动化解 所以 即便我不来 你也会没事的 这便是你的福源深厚 至于我为什么要帮你 你决定你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吗 哎 但是 如果你不介意 我也不介意 原来如此 诸位 龙村的话你们已经听到了 还不速速告退 我等告退 我等告退 龙村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吗 当然是因为这个 林平 是你 原来你就是紫霞真人构定的未婚夫 我体质特殊 所以才阴差阳促的不惧天下毒药 哇 四师姐 你脑子还挺够用的呀 师弟 你怎么现在才来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林平 不管你是谁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的人了 你当然得是我的人了 哎呀 想想在外面高贵冷眼的 战步负责人 现在在内呢 是我的四师姐 哎 想想都刺激 师弟 那我们赶紧成婚吧 哎 你忘了师父说的 我得先去找到其他世界 然后在你们当中选一个结婚 我要现在结婚 大家都得走样 还有这种事 我在山上的时候 我师父不跟我说 我下山之后才知道的 这个老太婆他刷我 呃 四师姐 既然你这没事了 那我就赶紧去找龙师姐了 好 那我走了 我等你回来娶我 大人 天成五大家族的小姐 想要拜见你 说是事关龙尊 有请 林平 下一个该找的是罗楚楚了吧 哇 这么像 肯定就是这家 也行 正好吃碗面 再去找我五师姐 老板 来碗面 小姐 But can't you see, I'm calling A guy like you, should wear a warning It's dangerous, I'm falling There's no escape, I can't wait I need a hint, baby give me it You're dangerous, I'm loving it 擦擦你的口水 不是,哎,美女,我想告诉你,你有桃花节啊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大众情人小师姐 高棱总裁大师姐 小妖精二师姐 初恋情人三师姐 女阵神四师姐,这都起了 这么辣的美女 那不一定得是我师姐啊 三哥,你的面好了 哎,老板,我面不要了啊 那个,我得去找我剩下的五个相亲对象 五个相亲对象 现在的有情人都这么豪放了吗 哈哈哈哈 罗老爷子 我,天成第一首付郭清万 携千亿订单 潘桃园外围别墅移动 以及聘礼三百万 来罗家 与大小姐罗楚楚 相订 好 好 同此 我罗家 只认郭少为序 弟夫 你小姐下来 与郭少订婚 不用 我亲自 去告诉父子 狗老爷子 仙山林平特来与恋爱履行婚约 小子,你谁啊 他妈的敢跟我抢股 我是你爹,儿子 老爷子 这是我与恋爱的婚书 陆老爷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婚约是真实假 确实有此婚约 当年是为了救我女儿 才跟子夏真人定下的 但是我罗家不扶贫 唯有像郭少这样的大家 才配夺我罗家的女婿 小子 这是五十万的支票 这算是报答你们当年救我小女的恩情 从此 给你小女的婚约作废 莫要毁掉小女的情欲 小子 听到没有 赶紧拿着钱滚蛋 我看你从来也没借过这么多钱吧 还不走 行 我这儿 再给你一百万 赶紧给我滚 区区一百五十万 在你们眼里算是天价 但在我眼里就是个屁 罗老爷子 我还是想看罗小姐的意思 如果她愿意嫁给我 那这天价彩礼 出了 小子 吹牛谁都会 但是一定要言出必行 我作为天成第一首富之子 我与罗楚楚小姐 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而你根本不行 你知道吗 我能给罗家的不仅是这百亿订单 还有 可以帮罗家打盖更大的市场 低齿不过是锦里的一个锦肚瓜 癞蛤蟆 你妄想想吃天鹅肉 你不走是吧 我今儿个孙子 来人 赶紧把这个垃圾给我扔出去 你去被扔虎 滚 啊 罗老爷子 我跟罗小姐的婚约 除了她本人以外 其他人无权婚约 我想听她亲口告语 初初 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妇之言 我先从家族的安排 初小子你听到了吗 你的郑主发话了 他要听母老爷的安排嫁给我 你赶紧的 用婚姻来获取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利 划算了 我全全听父亲的安排 哎 美女 我们又见面了 小子你恶不恶心 这样跟初初他要进一步 我们真的见过面 哎 不信你问他 大小姐 我们是不是上午在餐馆见过面 这位先生 我今天一直在书房里看书 从未出过门 您当然也不会见过 我上午刚算出来你有桃花节啊 我不可能认错人呐 哎 大小姐 你怎么这么标理不一啊 上午还那么火辣 你这会就 传统 够了 初初向来喜静 何况今天根本没有出过门 怎么可能跟你这种垃圾见过面 你现在做这样的事情 只会让人厌恶 没有任何意义 你要初初亲口跟你说解除婚约 他亲口说了 你现在推滚了 这儿没人欢迎你垃圾 这儿也没你什么事 小姐 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谎 但想必 你也一定有自己的道理 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做人呐 别余笑 我呢 精通医术 此人 甚须 纵欲过度 浑身黑气缠绕 想必 短命吧 你确定要嫁 你确定要嫁 小子 你再跟我说一遍 本小姐自然不会余笑 不过是为了自由 顺势而为 郭大少 带着诚意 带着诚意而来 百叶订单 潘桃园外围 独栋 别墅 以及聘礼三百万 而你恐怕只带了张口出狂年的嘴巴 实际上是一个根本拿不出任何彩礼的窝囊废 你根本没有任何资格跟我争夺楚楚 罗老爷 我跟楚楚从小青梅竹马 而且我发誓一辈子只会对她好 你若将她许配于我 我愿在家食人一听 你彰显诚意 老爷子 你确定你要把大小姐的婚姻当成一桩碗 老爷子 如果我说罗小姐嫁给她之后一定活不够五年 你还要以一股行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将女儿推进火坑吗 不错 今天我女儿也还就嫁定了 你休想让我相信你胡言乱语 老夫白手起下 从来相信自己手里握走的东西 嫁给郭少 我们罗家就会更上一层 这事我给女儿的荣华富贵 礼服 送客 谢谢 您请吧 啊 大小姐 人生只有一次 你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我不会逼你履行婚约 我尊重你的想法 以后如果有任何需要 联系我 我是应该为自己而战 我想要的是飞扬的青春 你站住 敢不敢跟我来场比赛 乐意至极 父亲 这次我要自己做决定 啊 大小姐 我就说我见过你啊 哎 不过可要说好啊 比赛要是我赢了的话 你就得当我老婆 你要是赢了我再说过 哈哈哈哈 我从来没想到过大小姐 竟然会如此我呢 你却要属于我 罗老爷 你若不让你女儿嫁给我 我让你那罗家 下坡什么 不是 郭大少 你放心 你说 你拦着船呗 是 来人 小姐 对不起了 父亲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没用的东西 给我滚 有我在 谁也不能逼大小姐 做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大小姐 尽管遵循你自己的内心 剩下的交给我 父亲 我说过了 我要自己做决定 这郭千万他就是个人渣 出了名的浪荡 出了家里一无是处 你劝您呢 还是把这彩礼都退回去 不然的话 要嫁给你嫁 罗叔叔 你你简直是大逆不道 我生养你那么多年 你就这样报答我的吗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嫁给郭少 我们罗家 就会被郭家封杀 被众人孤立而面临破产 我这一辈子的心血 就昏运一旦呢 你 你真要我死给你看 初初你听到了吗 你只有嫁给我 这是对你们罗家 还有你 这么好的选择 郭大少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口秘附件吗 都是一个全此大 谁不知道你郭大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捧空间 不喜欢的时候摄下地上 您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何必跟我过不去呢 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你还是死了这个心吧 因为我不想过一辈子攀附的生活 小的时候攀附父亲 长大了以后攀附丈夫 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父亲 你若真的让我嫁给他 那我将一辈子生不如死 如果他让你破产 我就养你一辈子 就当我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了 你罗初初 你能挣钱吗 其后你能挣钱 你哪能养他求我呀 这可是我一生的心血啊 郭少 你相信我 我一定把女儿嫁给你 滚 我告诉你已经晚了 我算是明白了 一直对罗小姐和颜悦色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让你这朵在温室里展开的花 经历点风雨才会明白 本少的好 等着 喂 父亲 我现在立刻要罗家家伙人 罗老爷子 你等着吧 我爸现在已经对罗氏集团了 不要动手 不要动 我一定要让女儿嫁给你 楚楚 你告诉他 你愿意嫁给他 我就死在你面前 父亲 您不用用生命来逼迫我 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更何况 像你这么爱惜生命的人 真的有勇气去死吗 好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罗小姐 你看到了吗 你爸的命可是要没了 但是不管他是生是死 你只能嫁给我 因为 这是你罗楚楚的命运水 郭大少 你说吧 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罗家 楚楚 我要的是你心甘情愿的嫁给我 否则你们罗家一样要破产 那么郭少 我要怎么才能证明 我是心甘情愿嫁给你 又要怎样 才能让你放过我罗家 楚楚 我这么喜欢你 我怎么就舍得让你们罗家破产 我刚刚不过是下想 爸 看你现在态度这么好 好 我这次放过我 但是 你如果想要罗家平安无事的话 你必须陪我睡一觉 你明白吗 不明白 看来我没有说的太清楚 那我再清清楚楚的给楚楚说一次 我要你当着这个乞丐的面 亲吻我 讨好我 这样 你们罗家才会平安无事 你明白了吗 郭少 我刚才一直没说话 就是一直在想 我在想你一个小小的云城首富 怎么敢这么嚣张的 你到底有什么资本 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现在还是求你来告诉我 你要怎么在我面前把大小姐抢走 臭乞丐 你不要以为你会点三脚猫的功夫就不得了了 你能够打过这里的所有人又怎样 我过千万 有钱有权 而他罗老爷子就是爱钱如物 所以他会听你 那么楚楚肯定不可能 愿意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父亲死在他的眼前 你说对吧 楚楚 对 先生 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 这就是我的命 如今我认了 你郭下的势力 就算是七大家族联合起来 你是阻止不了的 三分钟 哈哈哈哈 抽乞丐 你又想吹牛了对吧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三分钟内 让我郭家破产 对吧 行 只要你能做到 我会把楚楚让你 而且我还会跪下来叫你生爹 但是你不要再妄想了 我们郭家是天成的一言堂 没有任何家族敢与我郭家的务 我只是想让你郭家破产 我只是想让你跪下叫我爹 至于楚楚 他有他自己的权利 谁也不可能逼迫他 你们刚才不是叫我群小子吗 不是说我没钱吗 好啊 那我现在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金钱 权力 地位 青龙 三分钟之后 我要天成郭家破产 一个神经病 还青龙 你怎么不说极其四大神兽 召唤神明呢 三分钟 我告诉你 以我郭家的百年底蕴 别说三分钟 我给你三百年也不可能 让我们郭家破产 罗楚楚 您是不是真的相信 这个臭乞丐说的 三分钟内 让我郭家破产呢 还是说 你想看看 究竟是你郭家先破产 还是我郭家先破产 楚楚 我说了 三分钟之后 他们家会破产 您愿陪我赌一半吗 林平 本小姐愿意陪你挣扎一下 赌一次又如何 罗楚楚非常好 多年以后 你一定会为你这个设计 后果 你今天就会付出代价 我告诉你 无论结果如何 你能罗家 不想 罗楚楚 早知如此 我当初就应该掐死你 父亲 只需要三分钟 我不需要嫁给郭千万 您也不用面临破产 我们各取所需 您就相信林平吧 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而且郭千万刚刚也说了 无论如何都会让我罗家破产 事到如今 除了林平 您还有别的选择吗 好 只要三分钟 要是三分钟后 我罗家破产了 那我就先在你 死在你面前 老爷 老爷 不好 公司早已不能进行 现在资金已经全部断立了 公司马娘就不产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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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楚楚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们罗家得罪郭家的下场 明白了吗 你罗家破产也是你咎由自取 跟楚楚一点关系都没有 叔叔 如果真的破产了 你后会相信我们 无碍 既然这个决定是我自己做的 我就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本大小姐输得起 更何况 三分钟还没到 罗楚楚 你是脑子有问题吗 到这个节骨眼了 还相信这个乞丐说的话 如果他要是真的这么有本事的话 现在破产的应该是我郭家 而不是你们罗家 还有 你不也还是必须要嫁给我吗 你做梦 如今我罗萨已经破产了 你没有任何资本在胁迫我 而且 我的父亲也不会再去自杀 这一切不过是如了我的愿罢 父亲 现在你已经一无所有了 只剩下这一堆烂摊子 不过你放心 我是不会丢下你的 但是 你也休想在胁迫我 罗楚楚 你还是太嫩了 你以为我真的要挟不到你吗 你没有经历社会的洗礼 我今天就要让你看到 什么叫有钱人的强取豪毒 罗楚楚 不过千万 三分钟到了 三分钟到了又如何 我完全没有任何事啊 我现在照样是天成第一好门 郭家的大少 你对我没有任何威胁 郭楚楚 我今天一定要得到你 死 爸 我们国家 已经破产了 什么 爸 好端端的我们国家怎么会破产呢 你不要跟儿子开玩笑了 这一点也不好玩 你看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肯定是你在外面 惹是春飞 找了后果 说 你到底得罪了谁 我没有啊 那我今天就是来 罗家给罗楚楚下聘礼的 哦对了 这小子 当时想英雄救美 他说三分钟内 让我们国家破产 破产 难道真的是他 让我们国家破产的 不 这一定不可能 说 臭小子你究竟是谁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在下林平 龙王殿 龙王殿 新认 龙王殿 传说中龙王殿 是凌驾于众生之上 可像诸国 好施令 受伤顶峰的存在 他 他就算是龙王殿的新认龙尊 原来如此 我就说 我国家百年的底蕴 为何在一瞬间 就被对方打得片甲不留 大人 子不叫父子过 如今我国家已破产 还请大人 留我儿子一条性命 活可以 但有个要求 你国家从今往后 不允许踏入天城半部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我们一定 不会踏入天城半部的 不 父亲 你快起来 他肯定不是龙尊 他肯定是在蒙蔽你 我们不要被他给骗了 你个弟子 你没有资格执意龙尊 在这个世上 只有龙尊 才有如此的权势 你平时借用老子的名义 在外面欺压别人 你活该我国家破产 大人 今后我一定看管好小儿 绝不让他 再丢人信言 算你失去 我们吧 走 罗老爷子 现在还让楚楚 嫁给郭千万吗 不 你才是我的 成龙快婿 我是不是您的成龙快婿 还都要看罗小姐的意思 毕竟我说过我尊重她 看在罗小姐的面子上 我稍后把郭家的财产转赠给你 但是有一条 以后别让我看见你狗眼看人低 是是 东西的 不用你谢我 要谢 也是罗大小姐谢我 毕竟这一切全是看在她的面子上 否则 与我何干呢 大小姐 还赛舍吗 输了可是要嫁给我的哟 当然别了 想要我嫁给你 除非你赢路 那我启定你了 走 Evolution 你赢了 我同意嫁给你 啊真爽啊 我也喜欢掌握自己的命运 你可以的 谢谢 对了 你之前为什么说 我如果嫁给郭千万的话 活不过五年 因为你体制特殊 除了我以外你不能嫁给任何人 不过 我现在还没办法跟你结婚 我得去找下一个世界 你为什么不早说 现在说晚吗 行了大小姐 我先走了啊 有机会先 好 林平不愧是龙男店龙尊 我一定要让你娶我 小姐 有六位自称林平未婚妻的女人 正在罗家等你 好 我马上就来 我 现在岂不是上班时间 这样说 我能看到致富诱惑了 我 我我我我我我 这不会就是六师姐吧 啊 好喜欢 哎 乱乱 久等了吧 没有 不过王少 你本来可以将这三十万欠款 直接打在我们公司账户上的 何必还劳烦您虚尊跑这么一趟呢 乱乱 我这不都是为了见你吗 三十万年本代息都在里面 拿去 谢谢王少 哎 王少 您这是什么意思 乱乱 你这三十万恐怕也就一两万块钱的提成吧 这太少了 不如这样 你来跟了我吧 这样 你就有了我这么一个大靠山 我敢保证 以后没有人再敢赖你送我暖的账 你看怎么样 王少 您说笑了 欠债还钱本就是天经地义的 您欠光明集团的钱 还给光明集团也是应该的 我只不过就只是负责这个工作而已 还请你不要为难我 把这钱给还了吧 啊 宋罗罗罗 你只要是跟了我 你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但是你今天要是不愿意 那别怪本少我强权逼人了 王少 我知道你是废白两阶的太子爷 什么样的女人你找不着啊 我只不过就只是一个小职员 我背不上了 没事 我就喜欢你这一脸狐狐的小模样 带走 哦 想想美女啊 放开 放开 哎 你知道我是谁吗 啊 你这是要英雄救美呀 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家破人亡 别多管闲事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能让我家破人亡 不好意思 这美女的事我今天管定了 牛本山 来来来你打我打我打我 来来来来来 哈哈哈 小子 你这是比我还要嚣张啊 啊 不过你也得问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助 宋冬冬 这天臣我就是天 你确定要和我富与王抗到底吗 眼看着这个英雄因为你而家破人亡 这位先生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你恐怕帮不到我 还请你不要惹我上身了 小姐 放心吧 有我在 他动不了你 哎 光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 来让我看看你真正的能吧 小子 你还真是狂妄 来啊 全部给我上 不自量力 你想干什么 拿钱呢 还能干嘛 偿抱你啊 说 你马多少 小子 你要给我搞清楚啊 我在天臣 我可是黑白两道通知 你敢得罪我 我让你在天臣没有异足之地 啊 啊 啊 我早 再不是说我要了你的命 密码 你有力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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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啊 啊 你给我等着 走 美女 我都听到了 这就是他们欠你们公司的钱 你拿好 谢谢你 不过王龙这个人恒心霸道惯了 他肯定会记恨你的 这么帮我 我该如何报答你呢 哎 报答什么 你就说吧 你是不是叫宋暖暖 是 你是 我是你未婚夫 林平 你是我未婚夫 对 而且我还是你的小师弟 六师姐 这是我们的婚书 你看看 小师弟 你还真来找我了 师姐 那我如今来找你 而且还帮你把坏人给赶走了 你可愿意嫁给我 这 可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师姐 你要回婚啊 我 南南 你在和谁说话 照片 你来了 这是我师弟 林平 师姐 我刚才掐指一算 这货不像好人呢 哎呀 师姐 你怎么忘说了呢 我还是你未婚夫呢 不是 你神经病啊 暖暖 是我女朋友 而且初恋也是我 不是 你谁啊 敢这么乱说话 没点素质啊 哇 没素质的是你好不好 你没搞清楚状况你就骂人 我还想问你是谁呢 师姐 谁啊 暖暖 你说 她是谁 好了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吧 世事林平 我师弟 也是跟我定下娃娃亲的未婚夫 这是赵斌 我 我男朋友 听到了没 我才是南南亲口承认的男朋友 男朋友怎么了 我师姐还是我的未婚妻呢 我们俩可是有婚约哟 婚约 婚约算个屁啊 我告诉你 现在可早就不是什么父母之秘 没说真言的时候了 这婚约 暖暖要是不认 就是废得一张 暖暖 替你认吗 师姐 你认吗 师弟 赵斌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 废物 听见了吗 我不管你们什么婚约不婚约的 我只告诉你 南南现在喜欢的人是我 早点接受现实吧 啊 好了 南南 咱们走吧 少彬 他不管怎么说也是我的小师弟 你说话客气点 嗯 还是我师姐说的对 我跟你说 虽然我师姐可能成不了我未来的老婆 但是 他毕竟是我师姐 如果你对他不好 我不可能让他嫁给你这个人渣 你 干嘛 师姐 放心 我永远是你的靠山 喂 喂 经理 好 我知道了 怎么了 南南 少彬 我们经理说 如果是我月底还拿不下王龙的单子 他就要辞退我 可是那个王龙 他根本就是不义的 放心 南南 这笔账我肯定帮你要回来 别担心了 这不还有三天时间吗 等我联系顶头上司 让他想想办法 他们毕竟是一个阶级的人 这王龙多少会给点面子 谢谢你 赵斌 客气什么 你是我老婆的吗 张总 我有个事需要拜托您一下 您能不能让王龙把钱天明集团赠给还上啊 赵斌 好端端的替天明集团操什么心 反正我警告你 惹怒的王龙 你就等着被驻出天城吧 谁都救不了你 你最好别多管闲事 现在过来找我 亲爱的 好好好 南南 张总已经答应我帮我想办法了 但是要和我面残 今天可能不能陪你吃饭了 你先回家吧 好 那你替我好好谢谢张总 好 男朋友有什么的 等我住进了师姐家 还不是进水楼台先得月啊 喂小龙 帮我查出了暖暖和赵斌的所有资料 我要你帮他把这件事解决了 我要让我师姐一步一步成为人生的赢家 喂小龙 帮我查出了暖暖和赵斌的所有赢家 我要你帮他把这件事解决了 我要让我师姐一步一步成为人生的赢家 哎林平 你怎么说这 师姐我是来找你的你不能不要我呀 我现在都流落街头了你一定要收留我 这 林平虽然你是我师弟 但是咱们现在毕竟都长大了 嗯是长大了 林平你看什么呢 你要不住酒店去吧 我给你钱 我家实在是太小了 他也不方便啊 况且如果赵斌知道了他一定会生气的 哎呀不行我不能住酒店我要保护你啊 再说了王龙现在已经盯上你了 你保不准他哪天发疯了他把你绑了呢 不行真的不方便 我们家只有一个房间 要是赵斌知道了他一定会误会的 况且我要是真的有什么意外赵斌会来保护我的 赵斌赵斌赵斌 他有什么好的呀 哎我就问你刚才王龙那件事是不是我帮你摆平的 那赵斌他人呢 不行把你交给他我不放心 哎呀再说了 我呀反正又就是个没人要的小可怜 哎呦没人疼没人爱呀 哎呀好了行了 真的你没办法 那咱们可说好了 你只能在我家暂时住下 你要找到房子要立马搬出去 好哎呀 我就知道我师姐还是喜欢我的 我懂师姐你是喜欢我的 但是碍于你男朋友是赵斌 所以你不敢说出口 你让我马上搬出去 其实的意思就是千万别让我搬出去 我走走放心 我能保护你 行了走吧 给我去查 给我查清楚是谁在帮宋龙卵这个贱人 想坏我的好事 我能让他在天城无立足之弊 我能让他在天城无立足之弊 是 屠龙大人 你有什么吩咐 把欠天明集团的账单给我还清 还有宋暖暖是龙尊林平的人 你得罪不起 龙尊林平 我的天 那不就是帮助宋暖暖的那个人吗 我的天啊 我这是得罪了天大的人物啊 你赶快去 把天明集团的债务给我还了 是 暖暖 王少的欠款还了没 自己的工作要上点心 别老是让我催你 好的静音 我一定会在月底前 让王王把这账给还 等王少还了欠款 你也跟着掌心 没坏处知道没 什么 好 好 怎么了 金灵 暖暖 王少已经把欠款还了 这可是比死账 这你都要回来了 可真厉害 再也不用被这事发愁了 这王龙 怎么会好顿顿地把这账也还了 一定是因为赵斌 赵斌可真厉害 我一定要打电话告诉赵斌这个好消息 不仅账还了 工资也涨了 喂 赵斌 王龙把这账给还了 赵斌可亏了你 天美不是让我别多管闲事 怎么王龙好端端地就把欠款给还上了 这暖暖还把功劳加在我身上 这个订单 是你帮我拿下的吗 当然了 暖暖啊 这次能追回欠款 这多亏了我联系了张总 是说尽了好话这才办成啊 这可都是我对你的好啊 你可一定要放在心上 说吧 打算怎么谢我 好 那我们去西雨餐厅吃大餐吧 咱们也好好欠助一下 西雨餐 好 这都小意思 那咱们晚上见 天美 我兄弟失恋了要我陪她 晚上可能不能和你一起吃饭了 赵斌 我们已经说好了 你现在是我张在的上门女婿 我要你陪我吃饭 不然你就是不够爱我 分手 天美 我都去你家当上门女婿了 还不爱你啊 主要我和兄弟都约好了 不去不太好 赵斌 本小姐看上你是你乘小子的福气 你哪个兄弟约的你 我跟他说 好了好了 我今晚哪儿也不去 就陪你这个大宝贝 南暖 虽然我爱你 但是钱全在我心中 才是第一位 往后 我会补偿你的 想什么呢 没有没有 哎呀 师姐要是知道 是我帮她保住了工作 涨了工资 她一定会爱上我 哎 哎 闻闻 你在这 林平 你怎么来了 嗯 我来找你请我吃饭呢 毕竟王龙的欠款可是我帮忙还的 所以你不请我吃顿饭 说不过去吧 林平 我的欠款明明是赵斌把我还上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喂 师姐 他这是在抢我功劳啊 哎 这件事都是我帮你做的 你得相信我 我没骗你 好 我相信你 那你行 不过我也相信赵斌 正好我们俩现在要去吃饭了 你就跟我们一起 有什么问题 咱们就当面对吃 好 不过师姐 既然你这么信任赵斌 那不管我们俩来赌一包 如果赵斌撒谎了 那 你亲一口 然后跟他分手 如果赵斌没撒谎 那我林平发誓 从今之后再也不为难的 可以 不过我相信赵斌 是不会让我失望 好 走 这位小姐您好 有一位赵斌先生说认识你 已经去过了 让我把账单传交给你 账单 小姐 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没有了 你稍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喂 赵斌 你什么不等我就先吃了 暖暖 我是吃饭遇到张总啊 就一起吃了 必定人家帮我这么多 哎呀 好了 你帮我把账单结了 我先忙了 你也太过分了 你不能来吃饭 怎么不早点说 好 我知道了 我一会就去结账 好的 师姐 现在还相信他吗 师弟 我 师姐 他抢我功劳 放你鸽子 最可恶的是 他最后的消费 还要你来买单 姐 对 也幸亏因为这个账单 才能让你看清他的真面目 这段感情越早舍弃越好 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林平 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也许他真的是有什么苦衷呢 你也不要随便给别人下定义 这 偶尔有一次意外 也是很正常的 再说了 我能有今天也全靠他的支持 如果不是因为他 我根本就要不回来王龙的欠款 连工作也会丢了 我知道他对我的付出和真心 王龙的欠款 是我帮你要回来的 你怎么就不信呢 你还一直帮着他说话 他根本就是品行不端的 好 那既然这样 我今天就让你看清他的真面目 喂 青龙 赵斌的资料怎么样了 尊主 属下查到赵斌在和宋暖暖交往期间 还和天海集团 他的顶头上司张家张天美来往顺利 现在两人正在鼎顺宾馆开房 好 师姐 此时此刻赵斌正在和他的上司赛 在鼎顺宾馆开房 我现在带你去鼎顺宾馆桌间 我让你看看他到底是谁样的人 走 经理 你满意了吗 亲爱的 你好厉害 宝贝 你舒服就好 我现在出去给你买饭吃 回来把你喂饱 咱们继续 色鬼 快去吧 好 男的 你怎么在这 少斌 我是来找你的 男的 你找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自己干了什么你不清楚吗 你要还是个男的 你就把那些事都说出来 说是不是跟那个上司睡了 师姐 后面的事你自己处理哦 男的 你怀疑我 可是事实现在就已经摆在眼前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不信任你了 赵斌 如果你真的有喜欢的人了 你大可以直接告诉我 我宋斌斌是不会缠着你不放的 男的 你误会了男的 我只是把张总送来酒店休息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 男的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想的告诉我好不好 我是怎么想的 我不信你不知道我是怎么想 男的 你是不是因为我没有陪你吃饭 还让你结账 这都是因为我今天碰见了张总 不生气了 好不好 你看 你明知道这么做不对 可是你还是这么做了 要不是我去餐厅 我根本就不会发现 你已经跟别人吃过饭了 还给我留下了一张账单 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吗 男的 我知道错了 男的 你就看在 我帮你这回见款的份上 原谅我这次好不好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而且 我今天找张总吃饭 我都是为了给你拿到 升职加薪的机会啊我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张总可是认识你们天明集团的副总裁 不然我这跑上跑下的是为了什么 还不都是为了你啊 啊 男的 不生气了 喂 王姐 暖暖 公司因为你的优秀表现 决定将你升职为主管 月薪八千 真的 我 升职主管吗 不错 你升职了 虽然你背后有人 但是还是要低调为好 姐呀 相信你前途无可限量 好 谢谢王姐提点 赵冰 王姐刚给我打电话说我被升职了 她说是因为我背后有人提点 那个人 是你吗 暖暖最近走了什么大鱼了 算了 这口管理事给我缘回来 是我呀 当然是我了 不然我这跑上跑下的为了什么 还不都是为了你啊 就这样 你这小没良心的还误会我 那这次 我就能向原谅你了 不生气了就好 暖暖 那你下次可不能再因为你这小师弟的挑拨利剑 就冤枉我了 我对你多好啊 暖暖 我我又是帮你追回欠款 又是帮你保住工作 还帮你拿到了升职加薪的机会 这都是我对你的好啊 这你这个废物失地吧 就是会脱离你的废物罢了 你还真不要脸了是吧 来你给我说清楚 到底是谁帮暖暖保住了工作 到底是谁帮他升职加薪 说呀 好羞沉弄是吧 事实是一群的变案 欠款是我帮暖暖追回的 工作也是我保住的 升职加薪的机会 更是我帮暖暖争争取到的 你这个废物 你能帮等等做什么啊 他已经有脸跟我讲过了 撒开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啊 够了脸皮 给我放开 不是师姐 他在撒谎 这些都是他在骗你 可是现在事实就已经摆在眼前了 依然我怎么相信你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事业 就给我把他放开 好 我看在我师姐的分上 我把你放了 我把你放了 师姐 你不是说眼见为什么 好 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赵斌跟那个上司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给我住手 亲爱的 在找什么呀 亲爱的 赵斌 他是谁 天 天妹 我 我是他女朋友 你是谁啊 我才是他女朋友 赵斌 这是怎么回事 赵斌 你平时不是挺能花言巧语的吗 哎 现在怎么一句话都不说了 哦 好 你不说 我来替你说 二位美女 她其实就是交了两个女朋友 想同时讨得两个人的欢心 这是事实吧 赵斌 她是你女朋友吗 诺诺 你先回去 我回去给你解释 啊 我不要你回去跟我解释 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 我跟她 怪你谁才是你女朋友 赵斌 她说的是真的吗 赵斌你说话呀 她到底是不是你女朋友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心情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暖暖 你先回去 回去我们就给你解释好不好 赵斌 你是我男朋友 你跟爷爷凑起是什么 还是说 她说的是真的 你真的交了两个女朋友 我没有 那你给她们说 谁跟你女朋友 暖暖 张天美是我女朋友 你混蛋赵斌 我告诉你 是我甩的你 干得漂亮 师姐 扎男 这才刚刚开始了 请楼 三分钟之内 让王龙给我滚到顶声空管来 我马上就到达顶声宾馆 听后龙尊大人吩咐 走 赵斌啊 赵斌 你是现在自己坦白呢 还是等王龙过来之后 他帮你交代 赵斌 我在最后问你一次 帮我要回欠款的是不是你 帮我甚至加薪的是不是你 你跟我说过一句实话没有 宋短短 从来都是你对我宣称 我是你男朋友 我可也没有承认过 以前都是你 一直一厢情愿纠缠着我 我都告诉你无数遍了 我喜欢人是挺美 好啊 我算是听明白了 原来是你一直在纠缠我男朋友 你怎么这么表演呢 我根本就没有纠缠过你男朋友 你只好搞清楚的时候 赵斌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帮我要回欠款 帮我顺职加薪的人究竟是你 还是林平 是我 除了我 谁还有能力帮你 赵斌 帮暖暖追回欠款的 升职加薪的 确定是你吗 当然是我 谁还有能力帮等等啊 我告诉你 我赵斌 可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销售经理 混在江城这么多年 老子也算得上是半只脚踏入上流社会的人 撑得上是有点有脸 买王龙个面子 买权贵个面子 算得上难吗 宋男龙这一切 全靠我赵斌 好 赵斌啊 你早晚会为你的谎言付出代价的 怎么 你还真能把王龙请过来不惨 一想天开 宋男龙 你这个师弟 只不过是个投靠你的落魄户罢了 这所有的钱都是我帮你做的 你做的 你怎么做的 你是说你靠着帮复活的权和事还有钱 来帮暖暖完成的这些事 你敢当着他的面说说这些话 你还真是没把你金主妈妈放在眼里 赵斌 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利用我帮助你的小情人 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帮他做的 你今天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不然本小姐让你在天城 在落脚之地 天美 亲爱的 我喜欢的都是你啊 我帮他是为了和的话题界限 都是他 他威胁我 他说我不帮他的话 他就挑拨我们直接的关系 宋男龙 我也帮了你了 别再纠缠我了 你带着的师弟滚 还有 我告诉你 我从来都没有和你在一起过 这一切都是你的一厢庭院罢了 滚 赵斌啊 我勉强原谅你一次 不过下次 不要让别的女人在我面前闹事 本小姐眼里容不得沙子 还有你 赵斌的钱和事都给你了 你也不要再纠缠他了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带着男人滚 按他这么说 师姐 我也是你男人 我帮你去解决 算了你 我再也不想看到赵斌了 我们走吧 别走啊 师姐 师姐还没解决呢 我今天必须让你明白 是谁帮你追回的倩库院 是谁让你升职加薪 而他赵斌 又是怎么让你不接完 谁敢冒黄尊的功劳 王少 您怎么来了 你就是赵斌吧 本少还天明集团的债务 乃是天命于龙尊 与你何干 而你竟敢冒冷农尊的功劳 该当何罪 龙尊 我连龙尊都不认识 我怎么被冒冷农尊的功劳 您不会说 这个既该就是龙尊吧 不 这不可能啊 少兵 本事我今天就告诉你 龙尊乃是临驾于诸国之上 掌握天下身杀大权的龙王殿龙尊 而你竟敢冒为龙尊的功劳 龙尊 请问此人应该如何处置 下封杀令 推掉他的婚约 辞续他的岗位 让他沦为乞丐 从此以乞讨为宵 他这一辈子追求的不就是钱和权吗 他这一辈子最看不起的不就是乞丐 好 那么就让他失去他这一辈子所有所追求的东西 让他成为他最求不起的人 一切本尊心的无知恨 是 小刘 你现在通知天城所有人 以后在天城谁敢帮助造兵 那就是与我王龙作对 王龙 你不能开除我 他根本就不是龙尊 你应该收拾的人是他 创死 龙尊岂是你能够指责的 来人 把双手都剁了 你们敢 天美 你快要那么住手啊 我可是你未婚夫啊 王上 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了照片 就当本小姐通知人情 张天美 不是我王少不给你面子 而是他赵斌得罪了天威 就算是我放过他 你父亲知道了以后 也不会让你多过前世 天美 你跟赵斌的婚约取消 天美 你跟赵斌的婚约取消 王龙的背后现在代表的是龙王天 我们张家得罪不起 你若是不愿 那么今后我张家就与你断绝关系 是吗 好 我知道了父亲 照片 我父亲说 选下我们的婚约 否则 与我断绝关系 天美 别呀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天美 就算保不住你我的婚约 你 你帮我保住我的工作好不好 我求你了 照片 我无能为力 怎么办怎么办 我马上就没有我的工作了 我不能没有我的工作啊 龙尊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骗能为真心 南南 我知道错了南南 这罗绍的杖不是我要回来的 工作也不是我帮你保住的 神之嘉心更不是我帮你挣起来的 这一切都是龙尊做的 我就是个混蛋我 南南 你就看在我之前感情的份上 你帮我向龙尊求求情好不好 南南 我能用今天的一切 我太不容易了 南南你是知道的 我不能没有工作 南南 我求你了 你帮我向龙尊求求情 我是你的初恋啊 照片 现在一切都完了 当你开始欺骗我的时候 当你属于和张天美一起吃饭 并且给我留下账单的时候 当你选择张天美 并且说我纠缠你的时候 我对你就只剩下恶心了 可是暖暖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暖暖 你帮帮我 我的工作 我的签权 我不能没有他们啊 你求错人了 我可不是你老板 可是暖暖 我的工作只需要龙尊一句话 就能保住了 而且我的工作也因为你才丢了 你不能不管我啊 什么 汪特主 天还要开除我 对 你现在已经被龙尊下了追杀令 你自求多福啊 没了 没了没了 这一切都没了 照片 这只是个开始 时间 我们走 林平 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认清赵斌 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师姐 那你输了 心里高 我 走 公送龙尊 公送龙尊 赵斌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揪涌 一直缺 我们走 赵斌 本小姐生平第一次 感觉自己是个笑话 宋男男和你在一起四年 我和你在一起一年 都提不过你心中的欲望 天北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我们没什么好说的 从此以后别说你认识 丢人 天北 宋男男 我一定不会放了你 王姐 暖暖在公司吗 她的手机忘记了 我把她送过去 你女朋友身之为销售部门主管 部门正准备去皇冠KTV给暖暖庆祝呢 好 那那您先别告诉她吧 我给她个惊喜 都提下啊 今天是咱们暖暖的生殖宴 让咱们恭喜暖暖成为咱们销售部门的主管 暖暖 这个主管的位置你来当 我心服口服 我也服 当初王龙的账单 我可是要了一个月都没要回来 算是坏账了 还得是你 来咱们喝一个 谢谢大家 我今后一定会尽职尽责 为公司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的 来我们一起喝一杯 为了更好的明天 各位 今天是本店三周年 这两杯酒是送给大家的 另外 参与幸运转盘可得 白色宝石节一辆 中奖率高达99% 白色宝石节 中奖率高达99% 天哪 这黄奖KTV真不会是天海市的头牌 老板果真豪气 暖暖 你是今天的主角 你先来转 要是中奖了 咱们可是双喜名门 本店先声明一下 因为中奖率高达99% 所以 这一个包间 只有一个名额 你们确定一下 谁来参加 一个名额 那也就是说 只要参与抽奖 白色宝石节 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了 好想要 哎 要是真得了奖 逛我车 没法子养 它也是难题啊 你们懂什么 这个是白色宝石节 价值一千万 就算卖到二手车市场 也最给大收入 好了 你们确定好 谁来参加了吗 王姐 你平时都挺照顾我们的 我们也很尊重你 要不 您来决定如何 暖暖 别说姐不讲义气 你才是今天的主角 你来转 咱们呀 可都是脱了暖暖的福 好王姐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好 我来吧 好 这位小姐请 哎 暖暖 我看这个人不太靠谱 要不算了吧 这位先生 您要是不信任我 那我现在可就去其他报警了 林平 大家都在呢 你害怕什么呀 走吧 走 我的天 不愧是99%的中奖率 想不中奖都难 暖暖 这是开始一路长红 就像 嗯 鸡链附身一样 看来这两白色保时捷 非松暖暖莫属了 这位小姐 您可以随意转动指针 当指针停止后 除了谢谢参与 其他一到五等奖 均为不同款式的白色保时捷 现在 你可以开始了 好 我中奖了 嫩嫩 你这可是红韵当头了 不行 咱们见证有份 你这要是花了钱 可以要去我们吃顿饭 好说好说 对了 咱们怎么对象 哦 这位小姐 兑换奖品需前往大厅兑换 但是现在参与人数较多 所以不能陪同你讲 希望你理解一下 需要现在对话吗 需要 走吧 哎 林平 你在这等我一下 我一会就回来 哎 孙总 我真的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 那不算了吧 我们马上就回来 走吧 好 哎 是往前面走吗 孙总 你不还是露到什么话 少兵 等等 我和你在一起这么久 我连嘴都没有碰过 最后却因为你丢掉了一切 凭什么 好热 少兵 我这是怎么了 暖暖 你已经种了我的药了 我来到KTV就是为了迷倒你 让你成为老子的女 让你怀上我的孩子 这样林平就会看在你的面子上放过我 老子以后也能有龙孙照顾 来吧 暖暖 我喜欢的可是一直是你啊 啊 少兵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收手啊 暖暖 老子为了你丢掉了一切 我本来打算和张天美结婚 然后让你当我的情妇 只要你听话 我希望你帮助你一切啊 可是现在一切都没了 张天美抛弃了我 工作也丢了 我现在只有和你在一起这一条路了 林平回来他不会放过你的 你这是自寻死路 谁能想到啊 我们就在KTV三楼 等林平到了 你已经是老子的女人了 来吧 暖暖 救命 救命 暖暖有危险 喂 青楼 马上给我查清楚暖暖的位置 尊主 宋暖暖小姐被赵斌带到了皇冠KTV的三零二包间 属下这就前去大救 不用了 赵斌要是敢伤害暖暖 我现在就亲手遥用我的命运 明日快点上去 一步我就死在你面前 暖暖 你冷定一下 我 我我不动你了啊 冷定一下 把刀放下 那你退后 好 我退后 暖暖 你现在还与谁能遇见我的 啊 你已经中了我的药 我告诉你 这个药会让你欲火焚尸 最后喷附于我 救命 救命 赵斌 你还敢动我 师姐你留不得了呀 姐 你来得正好 现在给我拿一百亿 我就放了你师姐 不然我就杀了他 你没资格威胁文字 这 师姐 没事了啊 丁瓶 小兵给我下药了 我好热 好热 跟我走 好热 我好热 师姐 师姐 跑掉了吗 明平 少彬给我下药了 我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吧 当然没有啊 还是说 你想做点什么出格的事 也不是不可以 如果是给你愿意的话 毕竟我们是有婚约在的 而且我现在已经写不上你了 那你 现在愿意跟我履行婚约了吗 你难道 就是为了婚约才和我在一起的 当然啊 不然我在你身边受了那么多委屈 我早走了 明平平 你爱我吗 我爱你啊 我们的缘分是天注定的 所以我不爱你爱谁 那如果 没有这个婚约 你还会对我这么好吗 会 可是 我总觉得你是抱着旅行婚约的目的 处心积虑的接近我 你真的什么都不图吗 我图你的真心啊 六师姐 毕竟我都找了六师姐 那你去找你的六师姐去吧 那我真走了 我保了你这么多年还误会我 你自己冷静冷静吧 青龙 来救我 您听出了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回来了 参见龙尊 青龙 我总是被暖暖误会 他也不听我说话 我突然间好想回山上 我好想师父 龙尊 属下会替您给南南小姐解释清楚的 你 你去可以 但是你记住啊 你去了你不能说是我让你去的 不然本尊很没面子的 是 行 你去吧 龙尊 您这是用完属下就认 对 你别瞎说了 我告诉你还会引起误会的 去吧 去吧 属下遵命 林平我们结婚吧 哦 哦 布奶奶你们怎么都来了 林平我们知道你只能和一人结婚 所以啊我们决定同时向你求婚 林平我们结婚吧 你们别急呀 那个六师姐还生日系呢 不可能 我真没骗你啊 袋子 你们奶奶是什么这个啊 哎这样 这样 那个 等着啊 等六师姐摆人过来 我呢 哎 让你们去先生找我啊 拜拜 拜拜 哎 哎 宋暖暖小姐 您一直都在误会龙尊 您和龙尊的体质特殊 龙尊他接近你 就是为了救命 您若不同意 您和剩下的六位师姐将会硬起苑鲍预う 什么 裴子 裴子 裴子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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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师父 我该怎么办呢 六师姐到现在还生气呢 林平 解决的办法在信上 信 信上 徒儿林平 如果你的七位师姐 让你难以抉择 为师在仙山等你 师父 原来 你在给我写这封信的时候 已经喜欢上我了呀 林平 当初给你这封信的时候 我是为了让自己不后悔 可如今 你被六师姐赶回仙山 想必是独官失败 看来 现在只能用在 你这个只剩一年寿命的小子身上了 诶 那可不一定 六师姐现在 也许喜欢上我了呢 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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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七人今日拖来礼职婚约 千万皇宝宁没聘 愿与你共结梁言之好 你到底选哪个 林平 怎么回事 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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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平